各位網友,這條片我繼續講黎智英案,我想讓大家明白,其實案當然我認為100%是冤獄, 但我想大家明白一下法律攻防,究竟Defense是想怎樣做呢?控方是想證明他什麼呢? 聽我分析完,你要知道為什麼李宇軒的口供很重要,黎智英被控串謀外國勢力, 串謀外國勢力,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第97日聆訊了,這個狀態似乎還是不錯, 看他的精神狀態不錯,這個陳子華是很重要的,現在想證明他有罪, 就是因為勾結外國勢力這件事,就是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 是沒有罪的,他們就要將2020年3月以前,6月底之前,2019年做的事, 扔下去2021年,因為他一定要證明他在2020年6月30日之後又繼續做, 於是整個案件就變成一個on going process,是要證明這件事, 如果純粹證明他在6月30日之前, 有叫外國,第一,他有沒有收外國錢, 在香港進行一些職格,第二,他有沒有去叫外國政要制裁香港呢? 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或者6月30日之後,就是整個案件的關鍵, 好了,這個陳子華,大家記住這個名字,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他是想透過,我先講了,用黎智英見過陳子華, 以後陳子華就認識李宇軒,李宇軒就承認他們是透過, 一個在外國的網站,是呼籲別人制裁特區政府, 他現在要證明的就是, 黎智英主使陳子華, 叫Mark Simon給錢陳子華, 給李宇軒,在2020年6月31日之後, 在海外弄了一個這樣的網站, 這個網站的目的就是制裁特區政府, 而這個是一個on going process, 所以就猛講這個陳子華的事情, 陳子華他們2019年7月已經見面, 他們是想講到陳子華和黎智英是識得越來越好, 黎智英的辯護律師就希望打掉這點, 他的信用卡簽帳帳, 和Mark Simon的信息顯示, 第一次見面在10月, 這個一定是真的, 因為他有信息紀錄, 這個是, 首次見面是2019年10月18日, 之前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認識陳子華, 是李柱銘介紹他認識的, 李柱銘也在場, 這個一定是第一次見面, 這個就是, 好了, 李柱銘曾經在WhatsApp群組提及陳子華, 當時黎智英問誰是WhatsApp群, Mark Simon的回覆, 陳就是領導全球登報運動的年輕人, 陳子華就是公眾集資去登報, 呼籲外國留意香港, 甚至是制裁特區政府的人, 這個就是, 對於黎智英來說, 這個就很重要, 他就想認識這個人, 覺得這個人做事很厲害, 做事很厲害, 在全世界買報紙, 好了, 當警方問他認識不認識陳子華, 他不認識, 因為他不知道對方的中文名, 他只是叫他威靈, 這個不重要, 第二次見面, 10月18日, 然後, 11月13日, 在黎智英預所進行, 何俊仁,李永達也有出席, 就是問他, 其實應該就是問他登報紙的事, 好了, 這個就是牽涉到工房的關係, 就是他有捐錢去登報紙, 他想捐錢去登報紙, 他是登報紙的目的, 是為了勾結外國勢力, 制裁特區政府, 還捨什麼呢? 黎智英是想洗掉這件事, 所以他說, 他的見面的目的, 希望透過他平息年輕人的暴力, 就是叫他, 叫他年輕人不要使用暴力, 因為李柱銘形容是前線年輕人, 他相信他不是暴力分子, 他見他, 不是叫他登報, 而是叫他壓低年輕人, 這個是黎智英的說法, 好了, 11月12日, 11月12日, 早一天, 他們已經通了, 他們已經有發訊息了, 馬安山燒人事件, 向陳子華發訊息, 表示憂慮, 使用暴力, 陳回應, I share the same view, 這個有截圖, 他是說不要使用暴力, 笑人, 第三次見面, 2019年11月27日, 當時理大事件, 40%勇武派被捕, 黎智英想了解, 陳對組織領袖團隊的看法, 他為什麼要見他呢, 他是解釋為什麼要見他, 不是叫他去發動外國制裁香港, 這個就是個關鍵, 因為呢, 現在他整件事證明, 他一直都是叫他, 叫外國制裁香港, 而是一直延續到2020年6月30日之後, 被問及, 訪美和制裁相關事項的時候, 你訪美有沒有叫人制裁香港呢, 他說, 2019年7月, 和彭斯見面的時候, Mark Simon, 陪同的, 有證人, 好了, 但是和國務卿龐佩奧見面的時候, 單獨進行, 說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龐佩奧是要守機密, 所以就叫Mark Simon出了去, 他跟彭斯和龐佩奧說什麼呢, 他是不是一貫地要求人制裁香港呢, 有沒有叫外國政要, 好了, 黎智英否認在見面的時候, 提及制裁, 但是辯方展示蘋果日報, 是有報道, 因為那時候不是犯法, 有關的報道, 說他是叫人進行制裁, 他說有就有, 好了, 報道又提到, 黎智英在何俊仁主持的細說中南海節目裡面, 談及向龐佩奧提出, 制裁打壓示威者的中港領袖, 誰打壓中港示威者, 他叫龐佩奧制裁, 這個是他自己在細說東南海說的, 黎智英說如果報道有提及制裁, 他相信自己真的有這樣說過, 並不質疑報道的準確性, 他不是想賴這件事, 在Twitter的戶口上面, 他有用到Stand with Hong Kong的表簽, 黎智英表示這個是由負責帳戶的李少傅, 加上李少傅是他的徒弟, 現在去了英國, 是不是去了英國的美國, 我不知道, 我又去看看他那些, 那為什麼說, 他為什麼用Stand with Hong Kong呢, 因為這個, 後來陳子華和李宇軒的組織就叫Stand with Hong Kong, 他說Stand with Hong Kong是普通的, 就是說跟香港一起, Stand with Hong Kong是一般表態, 並不表示他是他們那組人, 如同I stand with you一樣, 全球登報活動, 黎智英者郭榮鏗, 在2019年6月25日, 向黎智英轉發, G20全球眾籌登報, 他就叫秘書Julie捐10萬元, Simon告訴他, 眾籌已經籌到超過100萬, 不用再捐, Mark Simon後來知道, G20團隊遇到困難, 因為錢轉不前, 轉不前, 因為你忽然間這麼多錢, 我簡單解釋給大家聽, 他是要等你30日後, 和慢慢拿錢的, 我們最初做大的生意的時候, Patreon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問他拿500萬過渡性貸款, 電郵顯示Mark Simon, 向黎智英的私人公司力高, 以李宇軒的名義支付登報費, 結果那張支票, 現在特區政府指控的東西, 就是那張支票, 是Mark Simon的私人公司力高出的, 那個登報費, 黎智英說, 不知道是以李宇軒的名義付款, 也不知道是借了156萬還是500萬, 總共是500萬, 他不在意收款人的身份, 認為這是Mark Simon的責任, 他表示李宇軒潛逃台灣, 被中國海警截獲的時候, 他才知道這個人, 我再解釋一次, 李宇軒見過Mark Simon, 而李宇軒是和海外的團體有關, 這個海外團體, 他們一組人是有用Stand with Hong Kong, 而他們就是在經營一個在海外的帳戶, 那個帳戶在Facebook之類, 就是有叫人捐錢, 以及有叫國外制裁的, 於是他們就踏了一條這樣的線, 而李宇軒逃走了, 被人捕到了大陸, 他在大陸叫李宇軒 證死黎晶, 但是李宇軒證死不了黎晶, 李宇軒只是見過Mark Simon, 他就叫李宇軒證死陳梓華, 說陳梓華主使李宇軒在海外弄一個東西出來, 叫人制裁這個特區政府, 這個就是, 而這個instruction就是來自黎智英的, 因為黎智英認得陳梓華, 也捐過錢給他的捐部計劃, 他主要是做捐部計劃的, Mark Simon就見過李宇軒, 其實關係就是這樣, 他想證明李宇軒出來自首, 認罪, 他是整個這樣的團體, 他說是黎智英叫陳梓華給指示他這樣做, 而透過Mark Simon和他見過前面, 於是叫他勾結外國勢力制裁特區政府, 於是尤其是他以前已經見過陳梓華在外國登報紙叫人制裁, 他又去過美國叫人制裁, 所以黎智英的罪行是 ongoing的, 因為2020年6月30日這個才是罪名, 所以他一定要證明, 因為過了2020年6月底, 黎智英已經很小心, 從來沒有說過制裁的事, 他就用這一串人, 用李宇軒的口供, 以及用陳梓樂的口供, 來指控黎智英, 把整件事串在一起, 那些人說在大陸的時候, 李宇軒被人打得很慘, 我也不知道這些人, 回來香港也是solitary confinement, 怕他反口的, 當然我認為, 你認罪我是不會怪你的, 但是如果你冤枉別人, 這個就是不好的, 好了, 張劍雄說, 張劍雄只能夠證明到, 這個是做了控方證人, 黎智英手下6個人都翻過來打他, 你可以想像得到, 他們希望認罪, 做控方證人, 減少他們坐牢, 黎智英在飯盒會期間, 談及對時局政治的取態, 應該怎樣編載, 他是想透過張劍雄去主使, 這個其實一定入, 他是主使他們登煽動性文字, 有這班控方證人一定入, 但是那個不坐得很久, 黎智英否認張劍雄的說法, 飯盒會是問答及討論者, 會議前參與者在平台上提問, 蘋果日報沒有特定的偏才政策, 他的核心價值是和香港人一致, 言論, 集會, 自由, 法治, 民主, 他不過是表達的意見, 那不是instruction, 法官李韻騰問黎智英, 有沒有就報道的角度給予指示呢, 他的角度是由記者自己決定的, 他不想, 他現在有兩條罪, 有三條罪, 一條是煽動罪, 很難入, 另外兩條是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 一個是蘋果日報和黎智英, 一個是黎智英自己, 李宇軒那個就是黎智英自己, 如果李宇軒那個成立的話, 他就希望令到蘋果也成立, 蘋果也成立, 針對前蘋果主筆楊清奇, 指論壇的寫手要經黎智英批准, 他否認, 他是想凝聚整張報紙, 都是一個宣傳media, 要來顛覆國家政權, 黎智英講到他曾經建議時事版評論員, 桑普為評論版贊文, 後來只要對方主張港獨作罷, 他是不主張港獨的, 我要為他澄清他絕對不主張港獨, 因為香港是沒有條件獨立, 他們那一陣子的看法就是, 第二就是他也是反對使用暴力的, 華爾街日報的專欄作家麥偉林, 11月25日發表文章, 是批評針對黎智英的審訊, 他是特別寫一篇文章, 就說這個對黎智英的審訊, 是完全荒謬絕倫的, 這個審訊, 這個就是, 就是黎智英, 你意圖證明, 是靠一些沽點證人的證供, 想證死黎智英, 而你根本完全沒有任何一點證據, 證明黎智英, 在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之後, 有去在外國活動, 或者叫外國制裁特區政府, 完全沒有證據, 完全沒有證據, 他就去問這些當事人, 問前副總統彭斯, 彭斯說, 他見過黎智英是英雄, 2019年7月, 在白宮見面, 黎並沒有要求制裁, 蓬佩奧, 我有見Jimmy Lai和他, 他沒有 Lobby, 就是遊說, 建議, 或者提議, 美國要制裁中共, 這個CCP, 共產黨, 或者中國, 我們是講及自由, 勇氣和獨裁, 他叫我聽他講, 關於他在香港觀察到的事情, 然後把我, 即是蓬佩奧, 擔心的事情, 講出來, 把他的關心講出來, 前國家安全顧問Bolton說, 認識了黎智英很多年, 希望能夠探望黎, 討論香港的狀況, 這個就是, 大家要知道, 那件案子的構造是怎樣, 以及黎智英應付的策略是怎樣, 好的, OK,